Hello,我是Lena 我是Henry 我們結婚四年 我們參加了王大型醫生的親密夫婦關係的夫婦課程 其實都參加了一期 因為我們之前都參加了同一個系列 就是抱緊我的課程 現在我們剛剛補了第三期的課程 在課程教學有什麼幫助呢? 你先說吧 學了很多課程中 教了一些溝通的技巧和要點 譬如兩個溝通 原來表面上就好像說這件事 但實質上因為有很多其他影響情緒 實質上深層是想表達一件事 但是說出來或者對方聽到 原來是另一回事 這是得到知識 譬如我自己來說 例如Lena跟我說一些事情 我懂得到的 以往就可能表面是這件事 但原來她深層是想去照顧我 或者有時候她想表達一些事情 我停在這裏思考 她就以為我沒有給她反應 其實我是要時間去思考 我都知道她是需要時間去思考 所以我就會給她一些空間和時間 去沉澱一下她的情緒 然後再介紹一會再回來 有時候我們都會 因為了解多個對方就會知道 譬如我們在一些爭拗之後 我都會回去想去了解 我都會問Henry 其實她剛才的感受是怎樣 是否有失望或有被迴棄的感受 這樣試過她都會告訴我 然後我都會感受到她的情緒 也會安撫她的情緒 我都會安撫她的情緒 我都會說 其實你那時候都做得很好 我也有些不對的事情 其實我也很明白 我都會說 下次我們都會怎樣去再改善 這樣去安撫和照顧對方的情緒 反而覺得這些衝突 到最後都可以幫到我們的關係 有改善 我們課堂裡面都有些功課 功課有沒有什麼幫助 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會一起去做這些功課 各自會回想那些衝突 再去想 其實當中我們有沒有什麼新發現 之後我們一起去談那件事 其實也有幫助 因為很多時候課程 學了一些事情 可能在知識上 但是要真的去做練習 那才兩個一起去 再克服當時的情況 才會有這個真實的得益 還有做了這些練習之後 我就開始學會 更加放鬆放膽地跟你說我的情緒 對雙方的溝通都很大幫助 所以其實功課都很重要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一起去做這個練習 可以說是趁機會 趁機會有一個渠道 讓大家去面對之前的一些問題 然後一起去討論 還有去看看有什麼地方 其實是大家可以看的 大家的情緒是深層一點去看的 那就可以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多了溝通 也可以幫到之後 可以更加在關係上 有一個知道怎樣去應對 或者會更加甜蜜蜜滿 課程裡面的同行小組 你不如說一下 這個同行小組有什麼幫助 聽到別人的分享 就會知道原來自己 不只是單單有問題的 或者原來其他人 都有其他的技巧 可以偷導師 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上課都是開心的 都很享受和互相去分享 去聽聽其他的夫婦 其他夫婦他們所遇到的一些情況 都可以幫得到我們 所以我們都很衷心祝福 在參加這個課程 這個親密離婚關係夫婦課程的 所有的學員 所有的夫婦都可以越來越甜蜜 拜拜 拜拜